邱澤和徐瑋寧驚喜宣布結婚 在公開之前已經悄悄完成登記 當男人戀愛時CP成證 讓不少粉絲驚喜不已 如今有網友泛出 兩人3月曾為電影上里科太太的網路節目宣傳 談到一見鍾情 男女純友誼等等的戀愛話題 網友發現兩人分別在講述自己的戀愛觀時 另一人時不時就會露出微微的笑容 尤其當徐瑋寧被問到要怎麼追女生時 回答的時候 坐在一旁的邱澤從頭到尾都很認真在聆聽 讓不少網友笑虧 澤哥心裡的筆記本正迅速的在敲重點 當提到李科太太聊到人容易被愛情沖昏頭 邱澤開始連續三次追問多巴胺的問題 更好奇多巴胺是不是有期限的 李科太太也直言 多巴胺分泌就是要先把受體製造出來再消化掉 這是為什麼戀愛保存期限可能小於兩年 隨後邱澤又追問 他沒有辦法一直用外力再把他找回來 還擔心如果身體的多巴胺用完 熱情下降怎麼辦 之後再問李科太太 有沒有吃什麼可以補多巴胺 有沒有多巴胺補充劑 超認真的模樣 笑翻李科太太和徐瑋寧 讓他們直呼很缺是不是 不少網友事後回頭再看這部影片 笑說李科太太說他跟他老公8個月結婚 他們很認真在聽 結果現在距離這個影片也是8個月前 邱澤跟瑋寧就宣布結婚了 李科太太在隔止喜訊後 表示自己當時真的不知道 邱澤跟徐瑋寧有沒有在交往 並透露有感覺當天邱澤講笑話 自己沒什麼反應 凡是徐瑋寧都很捧場 意外爆出小兩口的放閃互動